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你们给我扯扯 害了我一天24小时 要凑处23个小时来给这些网友道歉 你们一个个简直就是 一无是处 李宗 这事是小陈负责的 那我们有什么关系 小陈小陈 小陈是你叫的吗 小陈是你们乡的党委书记 是你的顶头上司 反正都叫习惯的 几年前他说我可是可云 你这个习惯一定要改 怎么能分不清 上下的习惯性呢 做一个大学生 升得还挺快 这就长得漂亮的 你瞅瞅你们三个 一个个外挂折扫的 领导这人您知道的 我们三个 在我们这副乡囊里边 长得最帅的 最帅最帅 就你最丢人 上天是征婚的 是不是你啊 弄得全霸灯你弄灭了 你知不知道丢人了 我都替你害臊 他像是亲民的 他可是你又找电话 我一天 接了两百多个电话了 两百多个电话 那电话是找你谈恋爱的吗 那都找你要那个寻麻疹配方的 领导 您不知道 我们当副乡长的 工资又不高 平成工作压力又大 忙的时候呢 也没有机会接受女孩子 我们不上电视征婚 那怎么办呀 你上电视也征不来婚 啊 就你这样你说啊 还穿一身西装 不就走个红毯 至于吗 有些网友简直吃饱了撑的 人家小卖不开业还走红毯呢 再说了 咱们修这么大的项目 好不容易请来领导来捡菜 走走红毯怎么了 这不是显得喜气吗 哎呀 小车啊 这个红毯啊 不是走的问题 这是扑的问题 你说这哪有像你们一样的啊 一直把那个红毯都扑到水里去 这不是明显的把我往水里送的 领导 我们是把你把鞋弄脏的 鞋子鞋子 你说我那鞋子重要啊 还是我的帽子重要啊 那天你没戴帽子啊 不光长相有问题 智商也有问题 领导 我智商没问题 那天你来剪彩 我还专门给你做一首诗呢 啊 你还会做事呢 不行 您听一下 哎呦 领导来到 咱们乡 田间地头 放红光 那一个啊 哈哈哈哈 一气风发走红毯 带领咱百姓 齐三光 一天就是小学水平 就你这样的 能当个副相长 都是你们祖分烧高相的 你看看你们陈书记 现场给你们做个诗 你看看人家什么水平 小陈 一上一上又一上 一上上到红毯上 红毯上面好多脚啊 我不知哪支是灵感 好诗 绝对的好诗啊 不光诗做的好 这诗里面还有很多深刻的道理在里面 你想啊 红毯上面 全是脚啊 对不对 如果只拍红毯 不拍上半身 那谁能认出我是领导来 也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 自从小陈当了你们乡的当委书记之后 全国各地都知道你们乡 有一个年轻貌美的相当委书记 是不是 无形当中就把你们相给宣传出信了吧 啊 一个相的相当委书记就是一个相的文化名片吧 是不是 你说这靠你们几个能行吗 你们能照亮上吗 你们能图来资吗 啊 你们能发展吗 让我说 以小陈的才华 在这里当这个相当委书记 都可以去他了呀 他可以当县委书记 啊 甚至于可以到他们市里来 当相当委书记 第四年 领导 怎么了领导 叫人咋就把领导打赢了 我正在那个上班不行 哦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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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